全能神经典话语 在全部经营就要结束时 神将万物都各从其类 人是从造物的主手里造出来的 最终还得把人彻底归在他的权下 这是三部做工的终结 末世这部工作 跟前两部在以色列与犹太的工作 就是神在整个宇宙的经营计划 谁也不能否认 这是神做工的事实 虽然有许多工作 人并未经历也未看见 但事实总归是事实 这是谁也否认不了的 全与各地 凡是相信神的人 都会接受这三部做工的 你如果只知道某一部做工 不明白其余的两部做工 不明白以往神的做工 神整个经营计划的全部真相 你就说不出来 那你对神的认识就片面 因为你信神 并不认识神 也不了解神 你不配做神的见证人 不管你现在对这些认识的深 还是浅 到最终让你们都得有认识 都得彻底服气 让所有的人都看见 神的全部做工 而且都服在神的拳下 工作的最终 万教都归于一教 受造之物都归在造物主的权下 所有的受造之物 都敬拜这一位真神 将所有的邪教都归于乌有 从此不得再出现 为什么总提三部做工呢? 时代的变迁 社会的发展 自然的改观 都是随着这三部做工的变化而变化的 人类是随着神做的工作而变迁的 并不是人类自己在发展 提到三部做工 是要让所有的受造之物 让各宗各派的各界人士都归在一位神的拳下 不管你是哪个教派的 最终都得归服在神的拳下 这工作只有神自己能做 这是任何一个教主都做不了的工作 世界虽然分为几大派别 各个派别都有教主 都有统领 跟随的人也分布于地球表面的不同国家 分布于不同区域 在同一个国家中就有不同的几种派别 几乎每一个国家都是如此 不管是大国还是小国 但不管世界各地的派别有多少种 归根结底 全语之下的人 都是随着一位神的带领而生存的 并非是派别的教主或是统领 带领其生存下来的 也就是说 带领人类的不是某个教主或统领 而是造了天地 造了万物 又造了人类的造物的主 在带领着全人类 这是事实 尽管世界有几大宗派 但不管宗派有多大 都是在造物主的泉下生存的 任何一个宗派都跳不出这个范围 人类的发展 人类的发展 社会的更替 自然科学的发达 都离不开造物主的安排 这些工作并不是某一个教主能做到的 教主 教主只是某一个宗派的统领 并不能代表神 并不代表是创造天地万物的 教主可以统领整个教派的所有人士 但并不能统领天下所有的受造之物 这是人人皆知的事实 教主只能是一个统领 不能与神造物的主平起平坐 万物都在造物主的手中 到最终也都得归在造物主的手中 人类本是神造的 不管是什么教派都得归在神的权下 这是必然趋势 只有神是万物中的至高者 受造之物中最高统治者 也得归在他的权下 人的地位再高 也不能把人类带入合适的归宿里 谁也不能把万物都各从其类 耶和华自己造了人类 让人都各从其类 末了还是他自己做他自己的工作 让万物也都各从其类 除了神以外 任何一个人都代替不了 从开始到现在做的三部工作 都是神自己做的 而且是一味神做的 三部做工的事实 这是神带领全人类的事实 是谁也没法否认的 三部做工一结束 就将万物都各从其类 全部归在神的权下 因为权与上下 只有这一味神存在 并不存在别的派别的书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